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祸不幸身亡 周某特来表顺下慰问 还有 他欠我们的钱打算怎么 原来你们是来要钱的 我现在哪有钱还给你们 你们应该知道南非的钻石抢劫案吧 要不是那个抢劫案 我丈夫也不会陷入困境 现在他死了 更是雪上加霜 我很理解你们 但是 你们向我要钱 你们找错人了 我不怕你们笑话我 我现在是个寡妇了 今天我就会搬出这个别墅 晚上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也许是廉价的旅馆 也许是火车站大厅 周先生 你是苏承有名的艺术品收藏家 也是有名的古董商油画商 你是做生意的 你应该很清楚 就算是借高利贷也会有风险 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 所以 不应该妇人之仁 把话随便给别人 周索雯 你在胡说我要你的命啊 你放开我 小太太 谢谢你的教诲 周某记住了 放开我 我今天来 是想请你写上借条 请你在借条上 签上你的名字 盖上你的手印 从今往后 你欠我周小虎一千两百五十万 你丈夫的债 由你替他还的 我 为什么让我还 我 我没有钱 你还敢说你没钱 你和肖章在国外 买了一大笔的人寿保险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查清了你的底才来的 小太太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签字吧 这样的话 我就不说出去了 要不然 我给你捅了出去 说你 杀夫骗保 让洪安局给你来个吊朝天你行吗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签不签 不签 签不签 签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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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事情办完了 我们走 魏清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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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天 你帮帮我 我该怎么办啊 别哭了 别害怕 没事的 感谢观看 谢谢小姨姐进来看一下 这段房子七十五平米 然后是一房一厅的 然后这边是客厅 前面是阳台 采动得特别好 然后那边是餐厅 之前的话 这个客户因为去了海外留学 所以留下来了 想把它租出去 多少钱 租金两千五 两千五 怎么样 加钱什么 有点贵了吧 一千八 多少钱 小姐您好 一共三百八十元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吧 我考虑一下有钱 不好意思小姐 这张卡不能使用了 为什么 这张卡已经被银行停用了 你看看 这谁的卡 小张的金卡 为我办的副卡 主卡被冻结了 副卡也不能用了 没关系 这有用我的 谢谢啊 卡也起车后 我帮许远行 在人民路租了一套房子 一居室的 一个月才不到两千块 然后带她去超市买了点东西 你猜怎么样 她的卡被停了 她用的是她老公的副卡 所以我就替她 把单给买了 来 怎么了 ,你不会多想吧 我们可都是老同学 如果换成你 你也会帮她的 对吧 对 这种时候当然要帮 就是 来 我就知道你不会想那么多的 其实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你给我表个态 毕竟许美琴是你以前的梦中情人 你们又重逢了 而且她刚刚死了老公 成了寡妇 现在你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吧 你说到哪儿去了 不对 如果说障碍的话 应该是我吧 越说越离谱 什么障碍不障碍的 我告诉你啊 她除了是我的同学没别的 顶多也就是个朋友 好 仅此而已 绝对不会 我也不想再往前发展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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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好苦啊 我我放糖了 许美琴来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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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美琴 来电话 我接了 是没听 来电话 喂 你好 喂 舍见吗 真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这儿停电了 我好害怕啊 断电了 那你开个窗户 看看外面有没有灯光啊 有 左邻右舍的灯都亮着呢 那是你们家保险丝断了 你这样吧 你找个保险丝换上不就行了吗 我连 我连电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连电线都怕 我怎么换啊 那怎么办呢 那要不 帮你换一换 你去吧 没关系 咱们家保险丝断了 你快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快去快回 好 那我很快就回来啊 喂 那个 你别着急 这样吧 我过来帮你换一下啊 好 我去了 很快就回来啊 我最多半夜市 不能 你家电闸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你看看那个房间有没有 哪个这个 嗯 好 吃上市吗 嗯 有吗 好像在这儿 好 有了吗 有了 好了 就是跳闸了 谢谢你 阿舍姐 不好意思 大晚上把你叫过来 没事 举手之劳嘛 那没什么事 我就走了 你再坐会儿吧 不了 对了 我先洗个手啊 这边 来 看看你 连手都不擦干净 我自己来吧 没关系 让我自己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这毛巾挺香的嘛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什么也没带 就带了几瓶香水 法院可能觉得 用过的香水不值什么钱吧 就没有把它查封掉 我就带出来了 是这样的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再见 怎么了 有老鼠 什么 老鼠 老鼠 哪儿呢 你等会儿啊 这也没有老鼠 是不是你看错了 我没有看错啊 我真的看见老鼠了 尾巴我都看见了 你们这公寓怎么还有老鼠啊 你们这公寓怎么还有老鼠啊 我也不知道 我特别害怕老鼠 我今天晚上怎么睡啊 那就再找找吧 来 我看看这后面啊 我看看这后面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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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给我呛 打死你 呛我东西 打死你 姐 你以前可从来不玩这种打打杀杀的游戏的 那是以前 我现在啊就爱玩这个 我每消灭一个敌人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开心 你干吗呀 姐 我觉得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这样只会自己越来越难过的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许美琴谈谈 当面罗对面骨大家摊牌 我跟她摊什么牌啊 她要真喜欢万舍剑 让他们俩好呗 不行 她都已经结过一次了 你还没结过呢 她应该让你 我干吗要她让我呀 我就那么没人要吗 再说了 爱情可以让来让去的 我就怕万舍剑她自己最后会后悔 我们才跟许美琴做了一年的同学 后来许美琴到国外去了 谁知道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估计那个万舍剑她根本都不了解许美琴 她怎么了解呀 那许美琴都已经把她迷得五迷三道道了 我觉得你应该亲自出马 把那个许美琴查个水落石出 我去查她 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啊 我负责把她家地址搞清楚 然后你突然登门 不给她做任何思想准备 来 舍剑 我等了你快三个小时 不想等了 我累了 我回去睡了 请你别给我打电话 也别过来找我 就这样 你来干嘛呀 他睡了吗 睡不睡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有话要跟他说 省什么 你还是回去卷起你那破案卷 去那乌鸦店家打敌铺去吧你 小妞子 我可不跟你急啊 我找他真有事 干嘛 想三个半夜应闯女孩房间 你敢闯 我就敢叫保安 那你告诉他 我能找过他 温律师 我刚才说错了 那女的不是乌鸦精 她是白骨精 你就是唐僧 早晚成为她的盆中餐 姐 没事了 被我轰走了 最讨厌这号男人了 明明交财两只船 还装得一脸无辜似的 像他这行 就应该取消他的律师资格 姐 姐 你可千万不能给他打电话 你越是对他宽容 他胆子就越大 换个保险司用得了三个钟头吗 我才知道他们俩在一起 到底干嘛 姐 你好好睡一觉 男人都这样欺软怕硬 听我的没错 那许美琴都已经把他迷得五迷三道道了 我觉得你应该亲自出马 把那个许美琴查个水落石出 那是你 是 我 蔡城墙 你的假期是你 原来是你 我来看看你 我们家挺乱的 要不你别进了 没事 我正好帮你收拾收拾啊 春桥 那边请 这是我抽的 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你干吗那么紧张吗 我又没问你谁抽的 我 我怕你误会 不会啊 我会误会什么 这个送给你的 干吗那么客气 还带花 你先坐 好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才来关心你 这个应该是你老公吧 是 是我老公 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父亲早就去世了 剩下母亲和哥哥住在一起 我先生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他 他身体不好 怕他担心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想先静一静 然后看看 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的 也好 你要喝点什么吗 都可以 随便 好 春桥 喝水 谢谢 坐啊 别站着 嗯 你好 你看上瓶了 你也不信 站住 那我打不来 你也好 你看我 怎么样了 姐 查到什么了吗 她家有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男人 我看到一双鞋 男人的鞋 会不会是万舍剑 姐 你快给她家里打了电话 看她在不在家 我干嘛给她打呀 她爱在哪在哪 姐 你不打我来 她在 喂 谁 好在这个万舌剑在家 要不然让他死定了 可是姐 那徐美琴家的那个男人是谁啊 手 我们等他出来 看看他到底是谁 好 让你不要过来 你非要过来 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把你一个人扔这儿 不放心吗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万舌剑会经常过来 蔡淳强也来凑热闹 万一被他们发现 我们就前功尽棋了 你 那你干嘛不和我一块儿走 本来都商量好的 这事一完 我们俩就远走高飞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在看中医还有一个疗程 南非那边的中医能信得过吗 你就别给我找借口了 你不走 肯定有别的原因 你说啊 什么理由 你 你看上那个新万的吧 看上他 他有几个钱呀 他配吗 你 你看上那个新万的 看上他 αι 姐 姐 姐你快看 出来一个人 我能 是不是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这个人怎么鬼鬼祟祟的 还戴个帽子 连脸都不敢摟 我说这个许美晴 当了寡妇还不太平 丈夫才死了多长时间啊 现在屋里就有别的男人了 这个万蛇剑 看上他 简直就瞎了眼 小妞 你别胡说 万律师只是没有看到许美晴的另外一面 再说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呢 姐 你怎么还帮万蛇剑说话呢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查许美晴 都是替万蛇剑在查了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出来了 谁替万蛇剑查呀 我要是你啊 我也不去查什么事情真相 我直接把万蛇剑给他扣起来 不让他跟许美晴来往 我控制他的手机 我再给他安一个卫星定位 他去哪儿我都知道 不是说还有什么针孔摄像仪吗 我也给他来一个 我看他每天都干嘛 噓噓噓噓 他们好像又转弯了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让你分心 啊 反正回家也睡不着 就当时陪你游车盒吧 快点儿 快点儿 呀 呀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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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哪一辆啊 那个 糟糕 跟错了 怎么是个女的 姐 快快快 掉头追那个 算了 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啊 姐 对不起啊 都怪我 不怪你 我刚拍了照片 姐 这儿好像就是石榴远啊 对 东二十八区 自排十八号 四排 这一排 这一排 你看 天哪 姐 真的好像啊 嗯 明明明肖章已经死了 可蔡淳强却在超市和徐美琴的家里看到她 难道肖章没死 难道肖章没死 蔡淳强决定到车祸现场进行勘查 好 姐 这么好的马路怎么这么冷清啊 我去路众所问过了 这条银春路以前很窄 是刚刚透宽的 但是由于铺设地下管道的工程还没有完成 所以承建档位在路的南边修了三个水泥的隔离墩 使车辆无法进入 如果车辆想要开来这儿 就必须从我们刚才走的优当路绕进来 那样就很麻烦了 这儿拆这么冷清 也没有什么车辆通行 那 可是肖章的家很远啊 她怎么会一个人开车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呢 难道是为了服药方便 应该不是吧 如果仅仅是为了服药的话 有必要那么远来这儿吗 嗯 姐 你不是说铺设地下管道的工程还没有竣工吗 下面肯定是在排管呢 像煤气啊自来水啊通信线路什么的 路面上盖一块钢板 不会影响交通 嗯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车祸现场 小妞去把东西拿过来 蔡淳强对肖章的死产生怀疑 决定对车祸发生的过程进行模拟测验 姐 你这是要干吗呀 我要做一个实验 就按照车祸发生的当晚 照示人阿伦的行驶路线来一遍 你让一边 注意安全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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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让我看一下 还好完好无损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你一个摄像机要好几千块钱呢 你这能看出什么门道来啊 当时肖章就站在那儿 从录像上来看 车辆拐弯到撞击目标至少有二三十米的距离 作为一个驾驶员 他既没有喝酒又没有超速的情况下面 看到这样一个精神亢奋朝他挥舞双手的人 应该是来得及杀住车的 而且是右拐的地方 右拐是最直接最方便 车速最快的 那如果是直行呢 如果是直行的话 那么司机老远就能看见一个人 朝他挥舞双手 这样再撞上去就显得太不合理了呀 而且右拐 看起来更像是一起常见的交通事故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的推理都是对的 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 故意撞人这一事实 天哪 喂 老马 听说你最近要去南非办一个案子啊 对啊 为了一个跨国诈骗案 去收集证据 是这样 我想麻烦你帮个忙 我需要在南非请一个私人侦探 查一个人 所有的费用我来出 这个人的资料我会用邮件发给你 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 好的 谢谢你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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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自己都忘了 你还记得 太好了 这个送你的 还有礼物啊 我开课了啊